之前我记得也好像有说过 这个冲塔之前呢 开双神安逸 开了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腰不酸腿不疼 第一可以看到他们的扶兵 有一个这个 闪现一下 这是一种震慑性的秒人 可以看到 安逸不擅长的就是消耗 像这个英雄 我不会丢任何劲 因为一旦安逸失去了大招回兵 这两个东西不能统治存在的话 本期节目再为大家讲解一次 在先进版本崛起的中单暴力法师 黑暗之女安妮 首先按惯例介绍一下安妮的五个技能 被动天赋 是火 每释放四个法术之后 安妮的下一次法术攻击 会对目标造成1.75秒的眩晕 Q技能碎裂之火 安妮向单体目标扔出火球 造成魔法伤害 如果目标死于Q技能 则会返还全部法力值 W技能焚烧 安妮向面前追行区域释放火焰 对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伤害 E技能熔岩护盾 安妮释放一个护盾 用来提升自己的护甲和魔抗 并对以普通攻击 伤害安妮的敌人反弹伤害 大招提波斯之怒 安妮向目标区域的敌人造成伤害 并召唤出太迪熊 为其战斗持续45秒 太迪熊能够攻击 和灼烧他周围的敌人 召唤时技能建议 B选点燃 闪现 加点路线 主Q 4W 1G1 出装路线 出门装 1鞋 3红 前期装 多蓝之剑 法穿鞋 凯奇的幸运手 假眼 现在多蓝剑 前期用来过渡 然后法穿鞋 提升技能伤害 最后凯奇的幸运手 除了能够提升法强之外 还能加钱 这样可以帮助安妮 在线上进行发育 往后走成星装 双生暗影 虚空之杖 幽魂面具 失真版法穿鞋 现在这个版本 双生暗影 可以增加法术强度 增加魔抗 并且还可以增加5%的移动速度 其主动释放的幽灵 也能减速最近的敌方英雄 能够很好地帮助安妮 先手或者追杀敌人 而虚空之杖 配合幽魂面具 以及法穿鞋 能够使得安妮在前中期 基本无视对方的魔抗 最后鞋子的附魔效果 选择失真 这是为了减少闪现的CD 帮助安妮 能够更频繁地利用 闪现大招来击杀敌人 神装 双生暗影 虚空之杖 失真版法穿鞋 帽子 明火 中亚沙漏 接下来看一下符文和天赋建议 符文方面 红色选择法术穿透 黄色成长生命 蓝色成长法强 紫色固定法强 法穿和法术强度 依然用来提升技能伤害 黄色的成长生命福音 配合安妮的E技能护盾 是最理想的防御配置 天赋建议 21-09 攻击天赋变化不大 通用天赋 点出智囊 来进一步减少闪现的冷却时间 然后再点出巧匠 用来减少明火 杀漏 这类物品的CD 最后点出符文清河 用来延长蓝buff的持续时间 在S3的新配置下 我们可以总结黑暗之女的大致玩法 施法技巧 前期依然可以利用Q技能 击杀小兵不耗兰的特点 用来累积自己的被动层数 同时我们依然不需要彻底触发被动 只需要三层 就足够用来进行Q加W的连招 然后对线思路 一旦攒够层数 就可以进行技能加平A的消耗 随后利用眩晕时间 再后射到安全的位置 就这样反复上演白梦一套 还不让敌人还手的流程 然后到6级 有大招之后 是安妮的强势单杀期 找机会RQW点燃 就可以秒杀对方的AP 平成压制 团战思路 新版本改动后 安妮的天赋和猪装 都可以大幅减少闪现的冷却时间 大家可以选择卡视野 卡阴影 然后反手跳大秒杀敌人 也可以选择当面 反而使对方核心英雄 由于忌惮安妮而无法全力输出 总之想办法一波秒人 然后在残局里头 不停甩小技能即可 好的 基本配置和大致玩法 也介绍的差不多了 像安妮这种一波爆发型的法师 我们认为 像加利奥这种高魔抗的法师英雄 对线能够耗垮安妮 同时其W技能的双抗 和大招的反手 也能够使得安妮 很难在团战中 找到自己的输出位置 至于虚空行者 他不仅自带15%的魔抗皮肤 而且来去自如 安妮很难将其秒杀 甚至到团战的关键时刻 还会被他沉没 至于队友方面 石头人 再配合安妮 可以组成一个极强的大招配合 还有类似赏击猎人 这种瞬间OE爆发极高的AD英雄 也能配合安妮 打出成盾的伤害 最后卡牌金属 这两位大师 需要持续施法 很容易被安妮一波秒掉 或是打残 然后整场团战 碌碌无为 观看7M教学大拳 赢取海量游戏外事 从现在起 只要登陆7M专题页面 就能和两位主播一起游戏 演技手快的同学 还有机会 赢取豪华外事 游戏规则很简单 每周 一 三 五 都晚上八点 只要有人在7号和MISS 所玩的游戏中 最快重复全师所读的诗句 奖品就是你的 除此之外 手术不够 但文笔风骚的朋友 也可以通过留言评论的方式 来赢取奖品 我们会选出 每周热度最高的楼层 赠送暗黑三 鼠标垫一个 每月热度最高的楼层 赠送7G 黑轴键盘一个 奖品多多 别犹豫了 快参与到 CM的游戏互动中来 用实力赢取奖品吧 我们走 我们走 上电视 秀出你的游戏角色 同明星主播们 一起征战沙场 又来GTV游戏中心 GTV游戏竞技淘宝商城 特会出击 战队大神亲身评测 明星主播诚意推荐 竞技外设 主题服饰 游戏周边应有尽有 价格优惠 正品保证 购物更有 好礼相送 主持人亲笔签名帐 限量版DOTA 英雄联盟实物地图 马上登陆 GTV Game到淘宝.com 或者淘宝搜索店铺 GTV游戏竞技 畅想更酷更炫的 游戏生活吧 好的 给大家带来 黑暗之女 安妮的实战讲解 英雄联盟们 人气VP 这是我们第二次 讲解这个英雄 怎么讲 还是要先给大家 道一个歉 没有买到皮肤 实在抱歉 因为在S3新来的时候呢 我们一度陷入了 这个版本的危机 对啊 跟大家说的是 更新嘛 非常的勤快 结果我们之前的 这个素材 有点跟不上 这还好 主要是S3上来之后 感觉自己太执着于这个邪教 不仅仅是自己要深入邪教 都是要跟邪教对抗 所以我们中单 你现在正常了 听我说完吗 我做了两个英雄 一个是铁男 一个是蛇女 一定程度上呢 都有点 被这个版本左右自己的思想 但事实上从 如何帮助大家迅速的学会这个游戏 以及如何帮助大家迅速的 这个接受S3的装备啊 以及游戏风格这种节奏呢 我觉得做安妮这个英雄的教学 哪怕是重新再做一次 这个担子任重而道远 这是多少分的安妮 这是多少分呢 我现在终于又重新爬回来 一千八 嗯 你先 你知道堕落之后 再想重新爬上来有多难吗 啊 知道 来来 靠近点 趁点经验 经验什么的还好说 现在拉野怪这个东西呢 我们一直以来也是要强调 装作不知道打掉一个 不小心打掉 拉脸 啊 现在由于拉 拉这个野怪 其实已经拉不动了 你就A一下 仅此而已 意思意思 是的 表明我真的帮你了 关键是你这个技能还不能丢掉 技能因为已经是一个晕技了 拿在这个手上之后 你上线 在到达二级之前是有优势的 好 赶晕嘛 这个是安妮出门前要做的事情 请防E集团 哎 前天我在一级的时候 用一个闪现再加W 拿到两个人头 拿到两个人 一级团 还不错嘛 一级团 只要你的这个第一波 晕技能够晕到人 晕到很多人 一般来说都还是 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对 但是安妮这个英雄 比较郁闷的是在于 他非常考验你的补到功力 因为他不像其他英雄 可以尽量的用技能去补到 但安妮如果身上 是没有这个晕的buff的时候 是比较害怕的 刚去接了他一下 但实际上这波应该是我们比较赚 你说安妮比较考验补刀的功力 你又没有搞错啊 除了一级你这个刀 需要用手补之外 你是用Q吗 是吧 对啊 其他时间你都是用Q的 但问题是在于 你要经常把那个晕捏在手上吗 你不能就是一直用Q 一直用Q 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就觉得 当然你说那一分 你想干嘛 我想说 其实你手上有冰呢 这个补刀就是次要的活了 那其实就是你来判断 你什么时候可以用Q 什么时候不能就是把自己的晕释放出去 比如说我现在 我现在就应该迅速的把这个技能打满 然后就尝试 我现在这个兵线有点靠前 对啊 一是兵线靠前 第二你不确定对面的打野在哪个位置 所以你这个晕还是尽量不要放出去 这也是我们今天随后会给大家讲解 为什么要出这样一个道具 真是S3的神器 特别是为安妮而射 对 那其实对于这个拉克斯来说 他好像在S3之后经常中单啊 他中单确实技能这个距离撇的也比较远 对线能力很强 尤其是耗血能力 所以现在也是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肯定 另外有一点就是 其实正常来说 安妮对线已经算是非常凶的英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并没有占到特别大的便宜 对啊 你一副打你在身边的样子干嘛呀 没有 我累积一下自己的这个层数 那你还升了一级亿 对 这个是主要在线上可以用来增加一层你的这个位置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你放技能晕人的这个幅度就从三层变到了两层 嗯 但是还有点就是你的爆发就没有直接Q大没有来得高了 现在应该说 首先打拉克斯你就不应该想着如何要一波爆发来把他打残或者怎么样 这个很难 嗯 其次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现在我这个身上有晕的情况下 这个有晕而且本身呢刚刚这个兵线也不错 然后他肯定会要补我们这个车子兵 车子兵钱比较多嘛 所以就卡在前方 你要补兵就吃我一套 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套 真是个坏人 坏人嘛 又开始累积 累积好了之后 但是这个地方兵线不合适 就不能一味的过兵线来压制 毕竟那样的话 只要旁边稍微出来一个打野的英雄 你的下馋很有可能会很惨 尤其像拉格斯这个英雄对吧 要远程控制有 要减速他也有 还要远程 出出还不错 对啊爆发也高 实在不行还有一个大招 关键配合他这一波他的这个英雄是大树 先手控制能力非常强啊 是所以我不敢造次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他长得很像你的小熊 长得很像我的小熊吗 我的小熊不是绿色皮肤的呀 好 对线基本上耗到现在只能说是略微蹭到了一点点便宜 这个拉格斯打的比较猥琐 但接下来呢 除了对线比较凶之外 我原中了一个Q 除了对线比较厉害之外 第二点安妮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六级之后秒人很强 然后我现在马上一个兵就能到达六级 但是这个地方由于我的层数还不够 等于说先补了这个 然后等自己下一个Q 好了之后 闪现 闪现 等一下等自己的这个技能冷却刚刚不闪现是好这也可以了 一技能然后大招再加上QW点燃 nice 这个地方应该说第一波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我倒六之后上去其实就能就能杀他 但事实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有闪现对方也有闪现 所以如果说我过去开E还要丢R技能大招 这个时候还值满四层 要再放一个W才能晕到人的话呢 很有可能我一套技能打不光 他就已经醒了或者直接逃掉 直接闪走了 交到你叫一个闪现丢了个大招 没有把对手杀死 对 这样一个闪现换闪现 大招丢出去点 丢出去他还不死的话 其实是安妮非常亏的 所以 因为他的小声时间很长 单杀特别是倒六这一波呢 一定是要保证自己的成功率 刚刚我真的是到三层 因为确实也不能再等 再等这个兵建不合适 他很有可能就直接选择回城 跑了 来回避你这一波 这也是大家如果面对安妮的时候 经常会做的一种行为 对吧 对面到达六级了 你的血量不是特别的稳定 你要干嘛 做迷惑 我不是迷惑 这个是非常适合安妮的一件装备 双生暗影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我现在出门这个符文 AP是25 对吧 然后几个法装里头 唯一能够称移动速度 你想巫妖肯定不适合 所以双生暗影 除了移动速度之外 他还有几个属性特别的厉害 我现在虽然还没出 但是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他有 现在有一个非常 几乎是bug的设定 就在于他的这个 释放 主动释放 两个小鬼出去找视野 不仅能够减速 而且他本身无视迷雾 打个比方说 对面一塔下头站着一个敌方英雄 他在你的视野里头 可能这样说大家不会觉得特别厉害或怎么样 但是你要想想 安妮首先其实我是一个没有太多融通力的英雄 对吧 我如果倒六的一波 这个单杀 不说被你反杀吧 哪怕我上来被一个打野的英雄给干扰了 我没有杀成功 就是我比较亏 对吧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 很多时候不只是对安妮 对很多英雄都会去找这个法师的蓝buff 对不对 你这个英雄厉害就在于你一会儿拿了buff之后 我没法混 那我就事先在你这个地方放个眼 或者说来蹲你 我来针对一下 那一般到第三个蓝buff的时候 你已经出了双生暗影了 你每次去拿这个蓝buff的时候 你先开一遍 你真贼呀 这个怎么讲 时代在变 战术是螺旋式上升 为什么是螺旋式 你也是打心机的人 不成螺旋状怎么上升 这个家伙好像有事 等我一下 看看到了上路 有没有机会 应该他发信号 看他们的走位 看这个 应该说是没戏了 那我还是选择回中路 如果他们走得很傻 很天真的样子就不一样 安妮单杀 你开一个暗影 确保你的单杀是流利 畅通无阻碍的 这个能确保你 一次交闪现 交点燃 交大招的这个成功率 第二是 哎呦 你叫我还不走 第二个是这个 去拿蓝buff的时候 这样有废而无换 第三就是安妮 很多时候你队友一波来墙上 这个时候你打得非常强势 很多时候会越塔来进行击杀 对吧 但反倒是越塔的时候 哪怕是来一个辅助 你都很有可能因为一点点这个计算差距 而导致你的全盘干个计划都失败 甚至是直接在塔下被留那么一两个人 这是非常伤的事情 你越塔之前开一个 一方面看对面有没有伏兵 二方面能够留人减速 因为你这个暗影只要缠上人之后都会减速 嗯 种种迹象都表明对于安妮这个不缺伤害 但是缺这个 视野 容错率和局势把控的这样的英雄来说呢 出双双暗影 非常合适 对 每一个道具 或者说每一个属性都非常合适 包括这个移动速度太棒 是不是很完美 好好好 今天我就不说你冷静点了 因为我最近我发现这个观看GM教学大学的朋友 天天都在等着 等着让我说你冷静点 但我发现最近你没有特别的抓狂 我干嘛要最近特别的抓狂 我已经逐渐形容这个中年男人的冷静气 中年男人 好但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安妮的加点 它是主Q复不W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爆发可能会低一点 但是尤其是打这种2比2 3比3的这种 或者说高率战的里头呢 你操作的空间会大一点 因为Q就能冷却时间明显要快很多 对吧 你两个Q的时候 可能才刚冷却一个W 这样对于一个能够熟练掌握自己层数的安妮来说 反而会有更大的一个掌握空间 对 就是主Q还是主W都有各自的优势 只要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就可以了 是的 这个年代其实伤害就那么回事 如果说那么强调伤害的话 为什么大家不 一个劲的变帽子 对吧 这个地方兵线似乎进不去 因为你看到还在一塔下走 那只能选择往下走 然后拉格斯因为是被击杀掉了 所以我可以畅通无阻 高枕无忧 闪过去 闪现一个大 我是试图晕住两个人 这个地方我先A一下蹭个出风 不然的话 因为我没有碰到 大招是我计算的是 EZ和情侣一起往上走 那是他的生路 往下走 我们有三个人 他肯定要死 拉格斯 由于是 我觉得应该阵亡事件 已经有个15秒20秒了 很有可能 这个地方红血的单位 会不会干掉 所以我建议大家 其实是不要打这套龙角 但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阻止不了 12分钟 顺利地将自己这个 双胜暗影给做出来 果然喜欢这个 再买几个眼 你是双子座的吧 我确实是双子座 你真的是 我也是双子座 本来就是 那你为什么会是双子座 我为什么不是 双子座的人不都长得很好看吗 是这样吗 我长得也不差吧 你冷静一点 好 你长得很好 对吧 还可以 特别像那个麻西团 你从我这个技术不好 德莱文 就能体现得出来 一般技术好的长得不好 长得好的技术都不好 你看看 你在骂Joker吗 你看看你自己 Joker 你在骂草莓吗 是这样吗 敢骂草莓 草莓是一个例外好吗 草莓是一个例外 好 再回到街上 现在是13分钟 你的AP是跌到了122 前面我开一个 然后这也是每一次 试图有所行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我觉得他对于就是 旧安妮的命也有好处 就看有人来 我开一个这个减个速 倒是也有一定的这样的程度 但是这种我觉得不是战略性 安妮是一个进攻 进攻性很强 但是很多时候 对吧 进攻未必是最好的防守 你走位越激进 这个别人来干你的这个成功几率也会越高 所以这个时候双生安妮确实是非常的稳妥 蓝buff 真是个好人 是吧 然后这场大家可以看到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时间段 我去拿蓝buff没有办法来照顾下午 事实上整场我的游走的这个频率会比较低 因为你看到其实拉克斯也一直待在线上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 我强行的选择 这个地方好像二换一 而且是对方四个人来干个 换到对方一个有真事的家伙 好吧 我W直接忙丢草内 看能不能晕到一个人 但是没摸到脚 是吧 他们这个已经完全让撤退 这样应该说 因为拉克斯本身 他没有太多的进行游走 你可以看到除了这次 因为是要去拿一个蓝buff 这可能也是一个计算上的失误 其他的时间 这个拉克斯到下路的时候 我肯定会在 实际上他也没到过下路 来 大招由于憋得太久 而且对方已经在下路 进行了一波非常积极的攻势 所以我确实是有点 刚说自己到了中年 已经过了这个不能忍耐的时间 结果没想到看到一个人 又讲大招较调 确实憋得太久 对方一段时间之内 都不会有过于积极的进行 龙也拿掉 熊拉走 熊拉走 放完大招之后 有的时候你杀死一个人 然后可能会剩一个残血 或者两个残血的人 那这个时候 大家还是不要忘记控制自己的熊 有的时候哪怕是烫一场 对 其实我发现就是 很多时候大家会忽略熊的伤害 是的 它的一个陷阱的效果 好开一个双双暗影 你上啊 这个地方百分之百能减速它的 对吧 你要早点上就好 我的技能在手上 然后还差 还差一层 这地方只能等下一个Q 然后凑满四层 再W技能晕一下 这个家伙 赶紧往里头走 然后走之前扔一下Q 就看运气好不好 哎呀 我真是 吓死我 嗓子眼都提到心里头了 那你不是提那个是陈 是吗 嗯 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好吧 刚刚这个 这边来找你了吧 确实是来找我了 我先撤一下 刚刚这盲僧眼里头只有拉克斯 这家伙太喜欢金发碧眼妞了吧 哈哈 盲僧你身为一个亚洲人 你的审美为什么这么跨越种族 他眼睛瞎了呀 我闻到了他身上金发的香波味 哎 那个叫 洗发水叫什么来着 什么呀 喂 干得好 nice 这还是厉害的 那个就是杨牛在那洗头发的那个洗发水 三个字 水果弯的那个是吗 对 有点类似 王 是吧 哎 跟你聊天 我发现 赵姓 好像回程之前被别人干掉 拉克斯一个超远距离 但这是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拉克斯在街上没有大招 你怎么能够拿队友的尸体来开这种玩意 他已经死了 我 对吧 人死之后 你总要说相要的话 人死不能复活 这弹道速度太慢 W技能烧一下 A一下 Q一下 不关你作为这个手最长的法师之一 是吧 他平A人的时候也比较不错 他们说要不要安妮走一个AD安妮 AD安妮就算了吧 你看他安妮 这一种我告诉你 他基础攻速成长非常的差 几乎是倒数之一 是 他走AD安妮只是为了卖萌吗 因为安妮他不是施法的时候 他的手是 抡一下甩出去吗 如果AD安妮的话 他手就一直甩一直甩 是这样吗 对吧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他甩手 小时候玩丢手绝吗 是这样吗 你玩过吗 我插了一个眼睛 我不喜欢玩这种 这个大招 对吧 你看我的队友过来 拔了他眼之后 又吸收掉了一个大招 那他又没有大招了 好开心啊 怎么讲呢 安妮这个英雄 你现在选出来 其实核心要素 只有一件事 就是秒人 然后秒人呢 你分三种啊 而且这个重要的顺序 是依次往下走 第一是线上单秒 尤其是到六的这一步 大家一定要掌握好 然后第二呢 应该说是 直接秒别人的后排 这点可遇而不可求 一旦你真正能实现这一点 就是你团战机会是 十打九 十打九输 十打九输 你居然一点反应 都没有这个家伙 没有我在看他的大招 好吧 我现在来 组织一下队友 来进行月塔 然后之前 我记得也好像 有说过啊 这个冲塔之前呢 开双身暗影 开了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腰不酸 腿不疼 第一可以看到 他们的扶兵 有一个 这个闪现一下 这个家伙 因为冲塔的时候 他肯定会要撇技能 所以手早就放在 这个地线上头 这个地方 依然是像刚刚说的这样 就是一定要控制熊 刚刚他自动往后走了一下 但是要不停的控制 对吧 与你说好的话 也能收一个人头 谁想 爽快了 冲塔 第一是看服兵 第二是他本身呢 能够获得视野 第三是他能减速 你种种这个行为 都能把你冲塔的风险 降到最低 他作为一个经常冲的 哎 你居然赶从这儿来 对吧 但他有一个位移技能 我现在层数是满的 但是在现这个地方 我不会使用技能 就连助攻都没有混 你发现没有 这是因为我要留着 因为他们的人过来了 果然 但这个还算 还算好 真然还算好 他逃就 我 走得好 你别A了 我身上有这个护盾 要弹死你的 你骗谁呢 我真是 我不下下他 他差点就把我A死了 还差一下 大招 但是换了一个满血的ADC EZ大招 刚这个地方 我留技能 真的不是为了 不去开A 这不是我的风格 人头该抢就抢 但是刚刚确实是感觉 这个 在小龙那个地方 EZ和 对方的 那个谁 就已经在往这边赶了 尤其是 卡兹克这个英雄 我们之间因为 也做过这个角色 所以就知道 他的经历 好硬吧 非常地强 有隐身 有突进 而且他现在这个时间段 肯定是已经强化过自己的E技能 他刚刚 我说他这个人很善良 是因为 他先找的我 他先找的EZ 他如果先杀我 把这个E技能刷新之后 随随便再弄EZ一下 然后再删走 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刚刚我那个血量 他先找我 然后顺便再收一个空鞋的EZ 这是 EZ是对面的 对不起 我说错了 是赵姓 赵姓先 反正就这两个 好 刚刚这个打蓝buff之前的操作 你看到没有 好 这个 怎么讲呢 不一定那么关键 也没有说的那么神乎其神 但是 很多时候你确实不可能真的为了 每次来打个蓝buff你就差一个眼 对于你的经济来说 反正我就先开一下我的双生暗影 双生暗影这个东西现在感觉适用性太大 你说他未来会不会成为很多人都像AP这样必出的一个东西 不行 因为他1900块吧好像是 然后他对你的伤害增加能力不是特别的强 所以像一些控制比较多或者作战属性很好 但是缺伤害的人就不能出这样的一个道具 或者说不能守出 那你的意思就是安妮这个英雄他特点放在这 他就是一个法术爆发 所以 我有的是伤害 只求有机会打出来 以及只求我打出来的时候不出什么妖蛾子 打准一点 对 我的胸不要砸歪了 五个人打到五个人的镜中间 一个都没打到 对于像第三赛季有很多很多的新的装备 包括像什么符文壁垒这种东西 你也不好说他到底是强还是不强 但是我们只能说一个一个英雄的来验证 有的英雄说不定出这种新装备 就能打出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说今天这期节目 哪怕是重新再做一次安妮 他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这个英雄不仅能够帮助所有的玩家迅速的入门 同时对于理解这个新的版本也很重要 好打到这 现在我的这个思路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首先是放一个真眼 这是为了让对方一个主要的刺客性英雄卡斯克 发挥不出来自己百分之百的实力 然后第二点就是在于 哇大招就这样扔 第二点在于这个安妮除了线上秒人 和这个直接击杀后排之外 你当面怎么杀人也是一个挺难的地方 很多时候呢 你只能说以仗自己 有这个大招有晕 这是一种震慑性的秒人 可以看到安妮不擅长的就是消耗 像这个英雄我不会丢任何技能 因为一旦安妮失去了大招回冰 这两个东西不能同时存在的话 你的 你的这个威慑力会小很多 一直等到对方的这两个英雄站在一起 但这个一都让我算他反应真是快 你走了 对 但是由于有我这个真眼睛放到这儿之后 你可以看到卡斯克第二段 引申的大招都放不出来 好的 这边冷静一点 没有必要 虽然我说我的熊在扛塔 但是 可必呢 还是一个情侣 第一波可以推两个塔 甚至推三个塔 是的 那么刚才在这一波团圆当中 就是看到了安妮在团圆当中的一个作用 一定要留好晕来 晕住应该晕的人 而不能是前期肉堆往前冲 你就把这个技能砸下去 没错 只要他发挥不出来你真正的作用 就一个安妮最核心的作用 永远是用来秒人 这个秒人除了前头说过的这个线上单秒 但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 以及你找很好的地方去秒后排 这个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以及我刚刚在中一塔 一直在试图达成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第三点很重要 就是在于你如何利用好自己的震慑作用 来实现你的秒人机会 不仅仅是秒后排 你刚刚可以看到 敌人打先手 一个树人过来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去跟他 为什么 我觉得不是说觉得自己打得特别好 或者怎么样 是任何一个安妮 你只要有大招 有这个晕技 有这个四层的这个技能在手上之后 很多人很多时候就是不敢来找你 对 这是一个震慑性的 一个阻断的一个作用 很多时候你这样呢 像刚刚我可能是秒到了敌人的一个 后排一球 但有的时候 甚至于要利用对方不敢上的那种心理 直接打掉别人的前排 这是我们之前在S2做安妮教育的时候 砸下去 我这个大招不能乱砸 我要用来抢大龙的 慢了一点 凌方 你刚刚出门一边跟你说的时候呢 这也是刚才我们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 就是为什么刚才7号戏打次跟大家沟通 说大龙要没了 就是 我一直在给那个赵姓王下路走的时候 我不停的发点他 然后再点这个大龙的信号 因为你一波中路吃太伤了 吃到别人三个躺 别人很有可能就直接出来反扑的 这是一个常识 少下路一波兵线 并不会死 这个地方 不过被玩弄到死了 你一开始跟南枪一起上 也许结果不会这么惨 你既然已经卖到了南枪呢 你就卖到底 对吧 很多时候在A和C之间 你都没有选机选择了B 你真傻 这是第二个选项 我们再重复一下 这个你选择了一个B 你真傻 今天太阳好大 我们一般都是晚上录的好吗 外面的 那我切一下场外 月亮好圆 这就是中秋啊 我刚刚这波死的好伤啊 如果是这场我刚刚如果能抢到大龙的话 我就亮了呀 其实我觉得你刚才用晕打直接砸他们五个人中间 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啊 我砸他五个人我不可能秒人的 你不用秒人啊 那我能干什么 你打晕他们然后拖点时间 拖点时间 好吧 等队友啊 然后或者是干扰他们打龙啊 因为那个时候大龙还有一些血量嘛 然后大龙还可以反扑他们 那我一个大招不就帮他们打了吗 我让大招打上去 你别砸到大龙脸上啊 他们那个位置怎么可能呢 他们有三个人在外面 他们刚是有三个人在里头呢 就一个人站在稍微靠外一点的 好像是ATC我一声 嗯好吧 无论怎么样 你死的就是最大欢喜 而不是就是那个四大借口的 你干什么呀 你能冷静一点吗 画面约的真的很约 不要再闹了 好再叠一下晕啊 你身上有蓝buff快叠晕啊 啊这里也注意 出了双杀 你要尽量的去运用它 哎这个地方不能打不能打 赶紧赶紧 然后就要 试验一下 男枪在下路捕捕捕的飞起 男枪应该是要回程 这样的地方忍不起 然后建议大家赶紧把 拖一拖 把这个 男爵buff的时间给熬过去 事实上对面 现在正面战斗力 依然没有我们这边强势 所以熬过这段时间就好 刚刚说 你很多玩家可能打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吧 尤其选安妮这一类英雄 就是一打顺风 好像团战什么的 特别厉害 像刚刚一样什么 一波直接推到别人 这个中国兵营之前 也就是在中一他之前 打了一波团战打赢了 然后推到别人 中了高地上去了 对吧 然后打出这样顺风 可以说是被赵新给空了 对吧 一地程度上是可以这样说的 然后可能就要开始 也来互相吐槽几句 如果是DC的话 还要用这种文文酸气 来讽刺一下 你什么老提DC DC许的门 像Joker 对吧 我说你老提Joker 你提提草莓好不好 我跟他不熟 像草莓啊 对吧 像草莓啊 我之所以跟教练关系 这么熟 我告诉你 因为我一般不跟长得比我帅的人 关系特别好 你又这样黑他 你跟若峰关系好吧 我跟我 若峰这不一样 他是艺人 他怎么会是艺人 艺于常人呢 对吧 特别是比 对的 好 这个地方我继续 刚刚你也看到 这个地方闪现 直接是大招打卡斯克 然后一个Q就能收掉 这人头 这人不了 刚刚打团 跟你一直聊 这个草莓啊 若峰啊 屎子呀 什么意思 来来来 继续跟上 安妮这个 蹲人呢 尤其是这个震慑云人 其实你可以看到 依然是跟之前一样 当你不出现在 敌人视野里头的时候呢 或者你 当着别人的面 在面前晃的时候 这两点不一样 就在于 你如果在面前晃 他是不太 不太敢打鞋手 你不在面前晃 他很有可能 真的就上了 对吧 特别是看你 身上一个小青春 是吧 所以刚刚我一直 装着不在 我现在都想装不在 刚一直装不在 然后 还有一点是在于 大家玩安妮的时候 有的时候要 判断一下敌人的 一个眼位 甚至是直接看出来 因为刚刚你看到 那个琴女 是直接在我们的 F4那个地方插的 对吧 之前呢 他们在打大龙 然后打完之后 我们在中路 推了一波兵线 他们一直没有机会 至少 我站的那个草丛附近 是肯定没有演的 所以一直蹲在那 就试图等对面 第一 假装不在 第二 看对面会不会先手 然后会先手之后 你也发现 其实像拉克斯 什么的这个英雄呢 也很贼 他也抖得很 他从中路对线 我就不想说这个人 特别猥琐 是吗 玩呢 是挺会玩的 然后这个 Easewell呢 反应也特别的快 就是你咋下去 他一走 所以一直躲着 那只能说 大家都很会玩的时候 安妮怎么样 打出自己的作用 就只有依靠这个 这种都不是说 震慑的一个秒人作用 刚刚这一点 其实就是 利用你的这个 有大有云 甚至不出现在 敌人的视野里头 从而打断 他们的一个 先后手之间的衔接 你的前排的英雄 打出来 不进 打出来控制之后 后手的人 永远都不敢上 对吧 因为我们说过 就是第二点 按照这个优先度 第二点 你是击杀对方的 这个脆皮英雄 或者说击杀对方的 输出型后排 但不是每时每刻 都能做到这一点 有的时候 向时而动 直接利用对方 畏惧安妮的这个心理 一波 非常果断的 在他们脱节之际 来秒杀前排 我们其实在 两次安妮的教学当中 都曾经反复 强调过这样的 一个意识 来来来 其实英雄联盟 这个游戏 不说每个英雄都这样 很多英雄就是 你只要知道 大概是一个 怎么样的玩法 就 照这个东西来打 自然而然就不会出错 然后总会显得 是那么回事 对 就是你应该 什么时候切入 切什么样的人 对吧 我觉得就这两点是一个 从新手变成一个 不新手的一个 重要的关键 是 我点了两个新号 因为我很奇怪 他为什么站在外的 我在想 他是不是有什么寂寞 我冷静的思考了一下 美人计 他应该是失误 他应该是站为失误 然后我们的奴奴 倒是真上 身上背了一个 真是 真是 但是 不敢去拆 他两个眼都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那两个眼 也不是特别敢去拆吗 是 因为现在我们整体思路 等男爵 然后确保这个男爵 不被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局 能够由优势 走向盛世的 一个最大的保障 好 已经开始再打了 是 所以这个地方 我会稍微 制约一下对方 因为打男爵 有的时候 甚至于 他不利于我在团战之间 准备我的层数 这对于一个 不能丢技能的法师来说 我觉得 我用安妮打男爵 我也很痛苦 对吧 我安妮都知道 所以这个地方 我会选择来 不说侦查吧 拿到了就好说了 什么都好说 但是你好像死了 但是怎么讲呢 这个地方 有失误 但是主要矛盾 我觉得还是 就是一定是确保 对方拿不到男爵 就没有机会来抢 对 而且我这个 打一换一 我觉得还行 也不是说自夸 能有这样一个结果 往后是一个 一面倒的一个 顺其自然 就能拿到的一个胜利 有的时候 你的队友 不是那么好配合 不是说你的队友不好配合 不是说你打得特别好 就在于 哪怕是这一场 我觉得 你可以说胜利跟我不关 因为最后上高地 我不在 我死了 但你也可以说 我曾经被造型给坑过 但这都不重要 我觉得重要的是 怎么样把握最核心的那一点 然后让游戏顺利的打 好吧 我们来打这个游戏 不是说 我前期单杀了一次 这个拉克斯 然后我几次 仗着这个双生二隐 现在确实是非常厉害 然后打出了一些月塔 包括是这个中路 一塔前的这个团战 好节奏 不能因为这些 然后你玩一场游戏 就适合去证明 你比其他四个队友厉害 你比对面五个人厉害 我们打一个游戏 其实只是为了说 起码是哪一场游戏的胜利 好 发现这个队友 果然在有龙爸爸的情况下 这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优势 我们一局打下来 其实没有犯太多的错误 唯独就是丢了一条大龙 所以第二条大龙 只要确保对面拿不到 这什么的好办 但刚刚我其实还有一对地方失误 在于如果我在那个草丛 或者说看到树人 那一瞬间 我能尽早开我这个双身暗影 让我的这个架打得 更有准备一点 会好一点 或者你就走了吗 那个龙巴菲已经在身上了 窝囊太多了 那你就走吗 窝囊太久 那好吧 那我们的再次的安静教学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GTV游戏竞技淘宝商城特会出击 战队大神亲身评测 明星主播诚意推荐 竞技外设 主题服饰 游戏周边应有尽有 价格优惠 正品保证 购物共有好理相送 主持人亲笔签名账 限量版DOTA 英神联盟实物地图 马上登陆GTVGame到淘宝.com 或者淘宝搜索店铺 GTV游戏竞技 畅想更酷更炫的游戏生活吧